将现役导弹射程提升20%并将爆炸威力提升40% 让美军可以在更远地区部署和发射导弹 从而获得地区碾压优势 今天火力军就来聊一聊所谓的第四代炸药之王 究竟如何做到将导弹射程提升20% 威力提升40%的 能让美军舍得花费数十亿美元进行批量生产 这段时间美国正在进行一项计划 五角大楼和国会正在考虑使用更强大的推进剂与更轻的弹头 于是便在下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中启动一项新计划 指定至少1300万美元用于规划扩大和制造 可用于导弹推进或取代弹头爆炸材料的化合物 尽管这只是总计886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法案中的一小部分 但这项计划的启动意味着最终可能需要付出数十亿的新军费支出 按照美军计划 这种化合物可以将现役弹药射程增加20% 使得美军可以在更远的地方部署和发射弹药 从而在各个地区获得优势 提升美军生存能力 在经历两场世界大战之后 基本上各国军备武器都有所完善 海陆空三军基本兵种的配备也大多相差无几 但国家之间的军事势力却是大不相同 这与各国军备中所使用的高能量材料有着较大关系 也就是能量密度高于最佳制式 含尼能材料15%到20%的新型材料技术 可能有人觉得炸药听起来很落后 确实 随着武器的发展 各国都在朝着高精尖的方向研发 但不管武器怎么发展 想要有强大的杀伤力就必然离不开炸药的加持 就连最强大的核武器也是需要常规炸药来引爆的 所以谁能率先升级炸药 谁就能走在其他国家前面 炸药的威力是根据爆炸时爆红波的传播速度来确定的 现代炸药最早是出自瑞典化学家诺贝尔之手 它也被称为炸弹之父 研制出一种叫做硝酸甘油的炸药 与传统的黑火药相比威力至少提升了30倍 爆速则能达到每秒5700米 硝酸甘油的威力确实不小 但本身很不稳定 一燃一爆 稍微有点触碰或产生静电 就有可能被引爆 在保存和运输方面存在着巨大考验 后来 诺贝尔在硝酸甘油中加入硅藻泥 安全性才得到了提高 并被广泛运用在军事等领域 在此之后第二代炸药TNT上产了 其全称为三肖基甲本 由德国化学家威尔伯兰德发明 每公斤TNT大概能爆发出420万胶耳的能量 爆速也达到了每秒6900米 这种材料更加安全 即便被子弹打中也不会燃烧或起爆 在高温高寒等条件下也非常稳定 再加上成本更低 很快便取代了原先的硝酸甘油 成为了第二代炸药之王 在19世纪 德国科学家亨宁在研发老鼠药时 意外一种褐色粉末状炸药 其爆炸威力达到了TNT的1.5倍 爆速也提高到了每秒8750米 只需要一块肥皂大线 就能炸毁一栋楼 名声在外的C4塑胶炸药 就是黑锁金的衍生品 不过黑锁金的威力是很大 各国也想将其作为各种武器装药 但黑锁金安全性很低 遭遇冥火或撞击都会引起燃烧爆炸的特性 难以大面积普及使用 不过在各国多年实验和探索下 终于给黑锁金找到了两个合适的用途 一个是做核弹装药 另一个是做火箭助推装药 黑锁金虽然不稳定容易爆炸 但威力非常惊人 由此产生的能量也很大 而核武器中的核反应没有高温 很难完成 一般的TNT炸药爆速与能量都难以达到核弹引爆要求 只有黑锁金可以达到 所以现代核武器都会装入一定重量的黑锁金 充当核弹引爆药 而在火箭助推方面 则是利用了黑锁金爆速高的特点 同等体积的黑锁金和TNT装填进火箭 前者能更高效地将火箭送入近地轨道 但在黑锁金诞生后的几十年内 炸药研究像是被套上了枷锁 炸药领域的百花齐放再也看不见了 虽然也有一些新炸药诞生 但基本都是换汤不换药 随着炸药威力的不断扩大 各国开始思考 如何才能进一步增强炸药毁烧能力 直到它的出现 第四代炸药算是有了标准 在80年代 在美国的一个实验室中 研发出了一种威力巨大的新型炸药 当时选择的测试场所 是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海军武器试验基地 叫做中国湖 这是美国西部沙漠中一个极为保密的军事重地 从事从核弹到航天的各种顶级军事科技的研发 几乎与51区一样有名 所以 这种炸药被称为中国湖20号化合物 化学名称是6消极6弹杂易5滋万 简称就是CR20 与常规炸药相比 CR20的爆炸威力非常大 足以达到天梯的三倍 爆速达到每秒9500米 是目前已知中能够实际应用的能量最高 威力最大的飞核单制炸药 从威力上来说 CR20甚至可以取代战术和武器对目标进行打击 CR20的弹药也为导弹 核装置等一批武器装备 带来了效能提升 小型化优化的发展契机 一时之间各国都开始埋头苦干 希望能够成为具备研发生产CR20的国家之一 根据美国发布的一篇论文显示 这种高能材料能让400磅的炸弹 与当前现役的1000磅炸弹具有相同的杀伤力 远远超过黑锁金炸药的性能 其清澈深度可以提高40%以上 这对于某些特种场景来说 弹头整体杀伤力显著提升 在相同装药的情况下 使用CR20的炸弹或导弹 会比普通武器的威力更大 对付加固机宝 地下掩体等目标时可以更加轻松 同时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取代战术核武器 但又没有核武器的核辐射污染 可谓是进行常规打击的最佳选择 就拿反舰导弹来举例 如果战斗部选择CL20 甭管几层甲板都得被打穿 能不能直接击沉航母 火力军不敢打保票 但航母没了甲板 也就失去了对舰载机的起飞和回收能力 要么无法起飞成为废铁 要么起飞后无处降落 等到燃油耗尽只能沉到海里 不管是哪一种结果 航母的作战能力都已经丧失了 另外任何导弹炮弹鱼雷 甚至是核武器都是需要战斗部的 还需要装填药才能获得打击能力 但炸药的性能好坏 能直接影响武器的毁伤效果 如果可以研发出质量轻威力大的炸药 是有极大意义的 甚至战机装备的导弹 也能通过使用CL20 达到减轻导弹体积和重量的目标 然后将更多的导弹塞进隐身战机 除此之外 CL20的出现还能大幅提升武器射程 美国在2021年一份研究表示 CL20还可以充当导弹的推进剂 能让相同装药量的导弹射程大幅提高 对于远程防空导弹或反舰导弹来说 是一种绝佳的推进剂 所以可以明白CL20对于美国有多重要了吧 只是对于美国来说 虽然是第一个掌握新型炸药技术的国家 但CL20的制造太难了 至今没有实现大批量低成本生产 只能在实验室少量制备 一公斤CL20的造价一开始要数万美元 近些年才降到1000美元 可现在哪个导弹不装个几百公斤炸药 这个价格就连美国都用不起 所以美国才决定投入大量预算 来研究CL20的生产方法 希望降低CL20量产成本 为了加快研发计划 美国将在国防部内部设立一个高能材料办公室 听命于美国国防部的命令 这个办公室将成为美国陆军 海军和空军的协调机构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武器专家 汤姆卡拉科表示 为美国库存武器重新提供动力 或使用新的爆炸性化学物质的成本 可能高达数十亿美元 这一数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为哪些武器更换动力系统 以及有多少武器被改装或采购 位于马里兰州的含能材料技术中心 一直在评估六种弹药中的哪些适合配备CL20 其中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AGM-158C远程反舰导弹 以及AGM-158B增程型联合防区外空地导弹 将是测试的最佳选择 其他可能的武器 包括波音公司的鱼叉反舰导弹 以及标枪反坦克导弹 目前 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战术空军和陆军小组 拟定在2024年军费中 希望国防部可以启动一项试点计划 将CL20炸药在三种导弹中使用 另外 在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中 弹簧刀巡飞弹的战斗部就使用了CL20 因此才能拥有击穿俄军坦克的能力 目前 诺斯罗普每年可以生产1万到2万磅CL20 虽然能够大幅扩大生产规模 但只有CL20的订单增加才能使其成本下降 好了 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 我是火力军 咱们下期再见 点赞富